其实我小时候学习民乐怎么说 枯燥无畏 然后等我一到了初中进到民乐团之后 就会对这个乐器有个不一样的认识 就会突然有一段自己的solo 就会觉得大家从这么大的一个乐团里面 能听到琵琶的声音就觉得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好 刚进去的时候琵琶就我一个人 才到后来慢慢慢慢的有这么七八个人啊 八九个人这样 从我毕业第一天到这工作 就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 一直也在想能够我们的乐团往什么方向去发展 在合奏当中她确实能够体验到这种演奏的乐趣 和跟同学之间互相合作的这种重要性 这两次对于陆河中学的那样的音乐团 付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可能是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吧 比如说在班里可以给同学们拉几首曲子呀什么的 他们都会用那种特别怎么说呢 喜欢我的那种眼神看着我 后来我就不仅是指挥 而且自己创作曲目 创作适合学生演奏的合奏曲 这个乐器就像你的嗓音一样的 和你呢是融在身体里的一部分 一起来表达